呼噜博士智慧听出来 第三十三集 布玛 布玛 小伙伴们好 呼噜滴滴开始讲故事了 今天的故事是 布玛 布玛 小朋友家家有句口头禅 那就是布玛 布玛 早晨起床时间到了 妈妈提醒家家该起床了 家家还想睡 就一个劲的嘟喽 布玛 布玛 好不容易哄家家起了床 妈妈对家家说 你自己洗脸刷牙 我给你准备早餐 家家不称心 小嘴一撅 哼 不嘛 不嘛 爸爸说今天是休息日 早饭后带家家去公园 这下 家家家乐意了 快快吃完早餐 跟着爸爸出了门 到了公园门口 家家看见有人在卖气球 风车 红车 纸蝴蝶什么的 家家吵着要买 爸爸给他 爸爸给他买了一个红气球 就叫地上不起来了 非要爸爸买不可 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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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